因为一方面要照顾父母 然后养小孩又很花钱 所以然后薪水也不够高 所以现在很多都不想生 近年来国人生育率持续下降 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 台湾人口从2020年开始呈现负成长 2020年我们的新生额 大概只有16.3万人 那去年2021年只有15.3万人 那今年因为是虎年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说 我们要保13万的小朋友 现代女性晚婚晚生育 加上生活压力大 或是喜欢吃油炸食物 摄取过多发炎物质 都是破坏卵巢功能的原因 像有一些卵巢有良性肿瘤 像子宫内膜异胃瘤 巧克力囊肿 像乳癌年轻化 那很多人她在这个阶段 她不得已 她必须接受一些化学治疗 专家建议女性25岁以后 可以透过抽血筛解AMH卵巢功能 如果发现AMH小于1 就是卵巢早衰 AMH高于5 就可能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一旦过低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把它保存下来 过高当然有时候 那多囊性卵巢 那只是排卵障碍 我们还可以吃吃药 让它比较正常一点 想要怀孕的民众 及早了解卵巢的健康程度 一旦发现问题 提早治疗 才能提升怀孕率 大约新闻菜片 邓映中台北报导 期待 班农さん